我们先敬礼传承主师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宝法王 喀玛巴 敬礼 图灯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 坛成三霸 敬礼 今天同修的本尊 大尊提佛母 师母 丹正合作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二方 三方 二方 三方 十四抵用 SUPER X il мной 二方 三方 首先 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连印丧失的事情 他已经这个 我们在佛教界叫做涂鼻 涂鼻就是火化 已经火化了 在他还佛着的时候 有一天他来问世 他跟哈尼瓦师姐 每一次都是跟哈尼瓦师姐两个人一起来 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二 他们都有来问世 那时候已经将近快农历八月了 那个时候我又跟连印丧师讲 从今天问世开始 以后你持咒 什么咒你都不要持了 你只持往生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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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我持往生咒 什么咒都不要持 只持往生咒 他好像也有问 问哈尼瓦 哈尼瓦能出生吗 他在小房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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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出来了 我叫他持往生咒 我叫他持往生咒 那个时候你在旁边也听到了 是 那个 连印丧师他讲 他说 他好像很奇怪 为什么我叫他持往生咒 是 他也有问你吧 对 主要是问世尊 对 他问我说 为什么要持往生咒 我说你持了就是 不要问太多 他说 我还要回哈尔滨去洪华 我要回哈尔滨去洪华 我跟他讲 不管你去哪里洪华 你就是给我持往生咒 从现在开始 一直持往生咒 我说 我说 因为我那时候 因为 联印上师的妹妹 她有一个梦境 她在西雅图的时候有一个梦境 梦到说她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还有叔叔 伯伯 他的过往的这个亲人 都出现 让他梦到 都是往生的亲人 亲戚 通通都来 他问我 什么事 我的回答是这样子 龙立八位 龙立八位 会有事 他问我什么事 我说 到时就知道 对不对 都讲得很清楚 我都讲得很清楚 我叫他念往生咒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 我要拍他的棺木拍六下 为什么不是七下 为什么不是五下 六下 就是天 人 阿修罗 第一 恶鬼 畜生 畜生 天 人 阿修罗 第一 恶鬼 畜生 就是六下 排六下 排六下的意思 是叫他 赶快离开这六道 意思就是这样子 好 好了 那阿修罗 可以回去 回去 翻译 好 人家问我 为什么说 你拍棺木拍六下 我每一道我都念 拍一下念一声 第一 天人阿修罗 第一恶鬼出生 这个你不要 同时 同时 我还跟哈尼瓦讲 他会有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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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的人 听到的举手 那是在办公室那边讲的 在办公室那边讲的 不是在餐桌讲的 那是在餐桌讲的 嗯 餐桌也有讲 好 我还特别跟哈尼瓦要去那个 要去这个 举金 我们讲说举金 就是检骨 检骨我们 台湾话叫举金 叫他去举金的时候注意 他的头盖骨 会吸着几个舍利 还有他的关节 手的关节的部分 注意一下 关节 脚的关节 在关节的地方会有舍利子 那么他这个 起出来 就有这些舍利子 这个可以照得清楚吗 这一张漂亮 大大小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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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中的弟子 有十例子 那个是应该的 应该的 你看那个以前 新加坡张仪坚毅 新加坡有张仪坚毅 跟章仪机场 章仪机场 不是可以吃的那种章仪 章仪的那个机场也有章仪坚毅 以前关了好几个死囚犯 他们听闻到 这个师尊 就在那个死囚犯 因为他们已经快死了 已经快要被调刑 新加坡是调刑 是调刑 然后他们传进去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真佛秘法传进去 他们决定归于师尊 而且我教他们 而且我教他们 拼命的念 拼命的跪拜 拼命的念 同时归依 几个死囚犯 调刑以后 火化 全部都有舍利子 全部都有舍利子 因为他们有舍利子 有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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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有一个 新加坡有一个基士林 这个组织很庞大 组织很庞大 那位基士林的 可以讲的林长 这个林长 特别印证 那些死囚犯烧掉的 全部都是舍利子 而且我到新加坡弘法的时候 他也跟我见面 他说那些全部都是舍利子 所以佛教讲的 是真的是 是真实的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讲的就是这个 你真实的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你认真的修法 在临终的时候 猛西方三圣来接引 阿弥陀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一日 一日 两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一心不乱 西方三圣一定现前 来跟你接引 修法 非常轰动 在宗教界非常轰动 所以联谊上师 我拍了他的棺木六下 又给他最后的撒净 最后撒净 然后火化 你看这个舌粒子那么漂亮 这个也可以登在《众魔报》 染灯都可以登的这些照片 其实把它铺起来 它这个里面有很小的 有很多小的舌粒子 这一整碗都是 这一整碗里面都是 那个都是从那个 黏在这个骨头上面把它拿下来就是了 把它黏在这个骨头上面 一颗一颗把它挑下来就是了 这一碗全部都是的 这也是一种成就 这也是一种成就 所以 true plus good 重点就是在 true is true not kidding it's true not kidding 如果再烧不出舌粒子 那就把你抓来打屁股 真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说 你临终那一个月 时尊就是跟它讲 念往生咒 别的咒你都不用念 这样就是往生咒 念高王金 都有舌利值 我先讲几个笑话吧 有一天孙悟空质问唐僧 师父 你开除了我不止一次 为什么不见你开除 杀的事 这个杀僧 杀生跟八戒 杀悟尽跟八戒 唐僧回答 因为师父是佛门中人 悟空认了一下 这跟佛门中人有什么关系呢 唐僧讲 佛门中人是不能乱开杀戒的 杀就是杀生 戒就是八戒 为什么老师开除孙悟空 其实孙悟空是最中心的 为什么老师把他开除掉 因为孙悟空 他比较调皮导淡 他比较调皮导淡 在讲第二个笑话 两个男的在对话 这个A男问 你家的经济大钱是谁掌握 B的男的回答 当然是我啦 老婆每个月的零用钱都是我给她 给她的 这个A的男的问 哇你这么厉害啊 那你每个月给他多少钱花 这个男的讲 我所赚的钱全部都是交给她的 交给她花 我赚多少就是交给她花多少 这是掌握经济大钱 你奇怪 这么好笑 你们为什么不笑 那现在进入 你问我答 印度尼西亚 莲花苏丽萍 问的 顶礼根本上师阿弥陀佛 祈愿师尊佛体安康 常驻世间 常转法轮 弟子请问师尊两个问题 一 如果弟子不能参加网路直播的同修 以法会 然后弟子 开重播 弟子收到师尊的加持 力量是否还是一样 开重播是什么意思 就是 重新再看 这个师尊的加持力 力量是不是一样 当然一样 因为你不能保证说每一个人那个时间他都有空啊 说不定他在飞机上啊 或者他在旅行啊 或者他有事情啊 因为时间都不一样嘛 我们这里讲出去 每一个地方时间都不同 所以呢 你开重播 一样有加持力 一样有加持力 就是经过一年以后 你重新再看一遍 一样有加持力 等师尊 这归天了 师尊已经走了 离开这个人间了 你开重播 还是有加持力 第二 他的问题 一对没有结婚的情人 如果女方怀孕了 然后双方都决定把孩子打掉 男方与女方的罪恶是否一样重 通常听到女人被随子灵缠着 但很少听到男人被随子灵缠着 随子灵是否也能够缠着 他父亲 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们如何能够弥补他们的罪恶 如何能帮助这个随子灵 也帮助自己消除业障 感恩师尊解答弟子的问题 感恩师尊解答弟子的问题 也不可能有随子灵缠着 也不可能有随子灵 男女应该负同样的责任 但是你问 为什么老是听到女人被随子灵缠着 没有听到男人被随子灵缠着 为什么 因为现在 我讲个笑话吧 因为现在 女前至上 女人的潜力已经胜过男人 也不能这样子讲 还是男女平等 我还是 世尊还是讲男女平等 男人会不会被随子灵缠着 一样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 我记得在台湾 在台湾 堕胎是这样子的 女人 你的去堕胎 那个男的也要签名 是随生的 那个男的要签同意书 或者你的堕胎了以后 那个医生有时候会被男方告 男方不主张堕胎 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随子灵 有时候是夫妻两个人 妻子要堕胎 先生不堕胎 这怎么办 医生要听哪一个人 所以这当中有一点 有一点在里面 但是我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 男人也有被随子灵缠着的 只是男人 没有开口讲而已 没有开口讲而已 其实也有干扰 不是没有 是平等的 难拟一粒平等 如何弥补他们的罪恶 也就是供养随子灵 超度随子灵 然后呢 也要花咽 也要花咽 我们有很多这个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消除业障的方法 消除业障的方法 当然这个也是杀生 这个也是杀生 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叫杀生 那当然是要消除业障 供养他 让他能够 这个算是你的业障 你用燕供法 去消除这个业障也可以 燕供也是消除业障的方法 他也是你的燕亲在主 你看我们今天呢 这个每一次在修法的时候 父系亲人 母系亲人 后面有恩仁师长 前面有恩仁在主 就是随子灵也排出 也是排在你的恩仁在主里面 所以你还是要修法的时候 也是跟恩仁在主 同样的一起修法 有随子灵的 有随子灵的 观想你自己本身的随子灵 也是你的燕亲在主 然后做超度 供养随子灵 彩虹山庄 就是彩虹雷藏师有很多的随子灵 你也可以报名随子灵供养 这是回答因您 莲花苏丽萍的问题 第二个大马香港定基 大马香港定基 莲花自拥 可能是马来西亚的人 然后他住在香港 是莲花自拥 顶礼师佛师尊好 想请问师尊 弟子在座披甲护身 观想四个角落 有四个护法金刚 结界了以后 脑海里面会不由自主地观想到 师尊和除瘟疫度母 注顶放光 红色的光 黄色的光 加持行者和身边的人 这样是可以的吗 第一个 他做披甲护身 观想四个角落 有四个护法金刚 结界了以后 脑海里面会不由自主地观想到 师尊跟除瘟疫度母 注顶放光 放红黄光 加持行者及身边的人 这样是可以的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弟子是从事服务业的 在工作中 自己的心也会告诉自己 说要念上师心咒 和除瘟疫度母的心咒 在服务客人的时候 都会在心里 默念心咒 疑客人结缘 这样是可以的吗 启请师佛 指点迷经 感恩师佛 你们认为呢 都可以 没有错 都可以 只回答 大马 香港定基的莲花自忧 第二个问题 都可以 第一个问题呢 都可以 对的 都是可以 所以你没有什么疑问 人幼自幼很好 他可以观想 世尊筑顶 跟除瘟疫度母筑顶放光 非常好 他可以用 师尊的心咒 跟除瘟疫度母的心咒 默念 然后跟 他服务的对象 结缘 这个很好 年发自忧 不得 怪不得你的名字那么好 你的名字是很优秀 莲花自忧 很优秀的 好 今天两个问题全部解决了 我们讲《金刚经》 有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给你看 有一个笑话 这个不算是笑话 也是一个警惕 有这样一个儿子 他是一个大富豪 他母亲老了 牙齿全掉了 于是他开车带着母亲去香牙 一进牙科诊所 医师开始推销他的假牙 可是母亲却要了最便宜的那一种 医生一看到儿子是大富豪 母亲要最便宜的 医生很不甘心 他一边看着这个富豪的儿子 一边耐心的给他们比较好牙 好牙跟这个比较差的牙的本质是不同的 可是令医生非常的失望 这位看来是大富豪的儿子 他放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的打开 拿出那钱交那定金 一周以后再准备来襄亚 两人走后 整手里面的人就开始大骂这个 大富豪的儿子 说他衣冠除除 穿的是上等的血价 穿的是最高贵的阿玛尼 可切舍不得花钱给母亲 乡衣付好牙齿 正当他们非常生气的时候 没有想到大富豪儿子又回来了 这个大富豪的儿子对医生讲 医生麻烦您给我母亲相最好的 这个烤瓷牙 会用我全部都出 多少钱都无所谓 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实情 因为我母亲是非常节俭的人 我不让他不高兴 念了这半天 你们悟到了什么 世间有很多善 也有很多的恶 但不是大善人永远都是大善人 大恶人永远都是大恶人 有时候是错综复杂 难以分辨 所以请不要轻易做判断 这样子了解吗 很多事情 是非常复杂 这世间很复杂 没有完全是坏人 也没有完全是好人 大部分是好的跟坏的 残杂在一起 大部分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用独断的眼光去看他 他有好的时候 也有做错事情的时候 也有做对事情的时候 所以人往往是善跟恶 我们现在讲 《金刚经》 《义法出生分》第八 西菩提一意银河 若仍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亦用不失 世人所得福德 宁为多部 西菩提言 西菩提一意银河 也诸佛 即以诸佛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法 借从此经出西菩提 所谓佛法则 即非佛法 这一段 我把经文念完 现在讲第一季 《义法出生分》第八 所有的佛法 这里面已经提到了 都是从这一本经典出去的 所有的佛法都是从金刚经出去的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讲的 前面这一段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若富有仁 西菩提一意银河 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以用不失 世人所得福德 灵为多部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西菩提回答 圣多 世尊何以故 是福德既非福德性 世故如来说福德多 再来这一段 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若富有人 以此经中 受持乃至世纪 既等 唯他人说 祈福圣彼 何以故 西菩提 一切诸佛 其诸佛 阿尼奥多罗三妙三菩提法 借从此经出 西菩提 所谓佛法则 极非佛法 这是佛陀讲的 所以要分出来 什么是佛陀讲的 什么是西菩提讲的 你们要看清楚 前面这一段是佛陀讲 中间这一段是西菩提讲的 后面这一段又是佛陀讲的 依法出身分 佛法 是从金刚经所出身的 这一句话就是这样 依法出身分第八 佛法出身是从金刚经开始出身的 佛法出身分第八 这一段是佛法出身分之外 一个是于是 一段是佛法出身分之外 有双方法出身分之外 有双方法出身分之外 西伯提讲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福德既非福德性 事故如来说福德度 这个是颠倒记 很多句子都是这样子讲 这个金刚经里面有很多句子都是这样子 这里也提到了 所谓佛法则寄非佛法 如果不讲解 你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颠倒记 我问你一句话 以前 师尊 去见李炳南机事 谈到我们 我跟李炳南机事两个人谈 李炳南机事在台湾是很有名的 净土中的 一个主师 可以讲他是主师了 李炳南机事 他是净土中的主张净土的主师 我到他的家去 那时候他住在台中正气阶 正气阶九号 我跟他见面 跟李炳南见面 我提到张承基居士 张承基居士 就是欢迎弥勒日巴的那位张承基居士 他是我的弟子 他是doctor 在美国的博士 我给他归一贯顶跟家持 张承基 他到我家来 他写了一本小册子 什么是佛法 我拿给李炳南机事看 张承基博士写了 什么是佛法 李炳南回答 我要问张承基博士 佛法是什么 他李炳南机事认为 写这个问题就是错的 什么是佛法 李炳南认为 什么都是佛法 哪有没有活法的 大家听清楚了 什么都是佛法 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地球上有佛法 月球上有没有佛法 我问你 月球上有没有佛法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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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讲没有 有 你讲有 佛法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很简单 因为有人 八万四千佛 对治 八万四千种病 佛法 如何出生 从金刚经里面出生 已经讲了 月球有没有佛法 你们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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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佛法是在对治 八万四千种病的 如果夜球上没有人 就不需要用到佛法 因为人有才有病 人才有病啊 夜球上有人吗 没有 但是夜球上 按照佛经里面所讲的观世音菩萨在夜球上 所以夜球上也有佛法 这个就跟你讲了 所谓佛法则既非佛法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圣贤 就没有佛法了 对不对 所谓佛法则既非佛法 就没有佛法了 人都是圣贤 要佛法做什么 不用佛法 既非佛法 所谓佛法则既非佛法 就是这一句 佛法就从这里出的 比较一下 我们讲 这个人布施做的很多 满了三千大千七宝 他哪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 是 功德很大 西伯提提 功德很大 为什么又讲了一句 师尊 何以故 是福德 既非福德性 师姑如来说福德多 这又是相同的话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所谓佛法 就不是佛法 因为不是佛法 才是佛法 所谓福德 就不是福德 因为福德 就不是福德 就是福德 不是 所谓福德 就是不是非福德性 所以如来讲福德多 所谓福德 就不是福德 因为不是福德 所以福德 就是讲这种话 问你一句 谁 谁真正有福德 谁 谁真正有福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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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刚刚跟你讲了 所谓福德 就不是福德 因为不是福德 所以才是要福德 我从来不做福德想 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哪一个人能够得到 我问你 哪一个人能够得到 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那个人真的是福德 真的是多啊 但是得到那有什么用 没有用 没有用的 所以就不是福德 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四个记在这里哦 再来就讲了 若父有人 一子经中受辞乃至世记记等 为他人说 其福 圣彼何以故 诗记记是什么 讲过了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则像 我是不存在的 我们那天看 连印上师在这里 他坐在那边 请问 连印上师呢 无我像 就已经讲了很清楚了 你在出生当中的小孩子 连印上师 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那是连印上师吗 走来走去那一个 是连印上师吗 坐在那里是连印上师吗 烧了 火了 是连印上师吗 舍利子是连印上师吗 那这骨灰是连印上师吗 无我像 就是这个 你说你得到什么 舍利子吗 但是坚固的石头 叫做坚固 舍利子又叫坚固 坚固的石头 磨了 磨了 康康了 你能够解释无我像 把无我像通通都讲出来 跟人家解释 无人像 除了连印以外 我们也都是没有的 我跟丹真伽措讲 一百年后你在哪里 你得到什么 他说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没有得到你读诗做什么 我跟他解释了 就读诗 我读这些诗就是希望听懂的师尊讲的 讲的这些佛理 讲的这些佛法 请坐 他最年轻了 一百年后 还有刚刚外面的小孩子最年轻 不过一百年后住在哪里都不见了 师尊也不见了 你们也通通都不见了 师尊几年以后就不见了 根本就是 什么都没有了 你得到什么 得到房金吗 我是有一点房金的 没用 不是你的 借你待看 我有些钱带在身上 我这个钱带在身上 一大包 财不落百 但我是 Anchor 财不落百 全是争俗的 比较多 哎 这个钱带在身上 见你待看 在哪 我在美国西雅图 就是买去 那个 GAS STATION I buy the gas in the gas station Because I drive the car, I want the gas 我要汽油,我就买油 I go back to Taiwan I just want the water I buy the water 买水 在这边买油 再回台湾买水 其他的呢 没有一样是你的 没有的 我的车子的寿命都必有长 你不相信 什么没有得到 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 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这无我相 无人相 我们都是一样 无众生相 全世界上的众生都一样 那你真个什么真 所谓佛教是无正 两个字 无正两个字 佛教是讲无正 世界上这些真的人 真的是不懂的 这四个字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这四句 四句 你能够跟人家讲 你的福德就不得了啦 但是福德也是 不是福德 才是福德 就是这一句话 师尊得到什么 福德 你刚才讲 师尊得到福德 没有 我哪里有得到什么福德 我的福德看起来很大 以前图灯达尔吉看到我的时候 说你福报很大 我福报很小 你福报很大 你有彩虹山庄 你彩虹山庄送给我好吗 我说好 他就拿写了彩虹山庄 卢圣燕送给我 师尊你签名 卢师尊你签名 说送给我 我说好 我送给 我就签名了 我说彩虹山庄我送给你 他说 我拿这一张去彩虹山庄当老板 他就是这样子讲 我为什么要送给他 那是我花很多钱 去那边跟营 盖了主要的大房子 盖了护魔店 盖了所有的世间闭关小屋 盖了这个厕所 厕所也是我盖的 都是我盖的 我跟师母两个人 不能讲我 我跟师母两个人 把他弄出来的地也是我买的 我居然这样子慷慨的送给 那个图灯达底上师 这么慷慨 而且还签名 签名盖章 还盖了印送给他 我知道他也得不到 不要说他得不到 我也得不到 你看现在他们在管 我去那里做法会 每个礼拜给我一千块钱 我在这边做同修 做同修 每个礼拜给我两百块 一笔脚真的气死人 这里那么大两百块 那边也不小 一千块 我现在真的是穷得可怜 但是也不悲伤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的 无所得 你无所得就无真 你能够有无真这个心 心就平和了 你不会有什么病 你心灵上不会有病 为什么人的心灵 有八万四千种病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认为 有所得 才会有病 你如果无所得 就不会有病 为什么 兄弟姐妹争财产 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兄弟在争你的财产 妻子躺在别人的胸膛 什么是你的 想想清楚 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 当你觉得无所得的时候 福德 就是非福德 既是福德 佛法 非佛法 就是佛法 这个相反记都是在这里 否则你搞不清楚 为什么释迦牟尼会讲 所谓佛法则 就非佛法 莫名其妙 又讲是佛法 又讲是不是佛法 什么福德 又是非福德 我今天跟大家讲清楚了 心经里面重要的最重要一句话 义无所得 故菩提沙斗 因为你认明了 无所得 认清楚了 你心平和 无所纷争 你能够得定 你能够 为他人想 就是菩萨 菩提沙斗 以无所得 故 菩提沙斗 菩提沙斗就是菩萨 菩萨是这样子来的 你们要当一个菩萨 那先要以无所得心 金刚经里面重点在这里 依法出生分 为什么会有佛法出生呢 因为人本身有八万四千种病 从八万四千种病 生出八万四千种佛法 若没有人 就不用佛法 全部都是圣贤 也不用佛法 佛法 既非佛法 佛法 这四项 把这四项全部弃除 真的 懂这些心理 非常的平和 我也不会斤斤计较 为什么我在西雅图雷藏市 这个只给我两百块 到山庄 他们给我一千块 山庄是一千吗 一千喔 包一千块吧 那个 两百是吗 是 你看嘛 我每天回去算那个钱 算得很清楚 一个礼拜就得了一千两百块 现在是穷的要命啊 穷的连鬼都不抓我 真的 很惨 这一段时间呢 疫情时间 实在是很凄惨 外地来的人不多 又没有大法会 外地来的人很少 从最近 开放一点 可能别州的人会来 会来一点点 以前没有开放的时候 各个国家都锁国 人都没有出来 那些弟子 全部都没有出现 那我师尊就没有什么收入 很凄惨 凄凉的过日子 很凄凉 靠的就是 礼拜六的两百块 跟礼拜天的一千块 我还要养罗斯赖斯 他们不要给我坏掉 我一修理就几千块 罗斯赖斯一修理就几万块了 你罗斯赖斯弄坏了 有一次修理四万块 你知道吗 以前罗斯赖斯修理四万块 我四万块啊 我现在要在这边收法收几 收法收到 收到我敲掉也没有四万 在彩虹山中一千块 能够 我还要养房子 还要缴税 我还要缴税 真的 最近我走路都垂头伤起来 还好 心理平和 我知道无所得 得到的多 得到的少 忽得多 忽得少 是一样平等 有这种心 就很坦然 你过日子 过得很轻松 我们有的 尽量去布施 去做 所谓的功德 其实所谓功德 也就是没有功德 所以因为没有功德 才是功德 就是这样子 那都是一样 那你就是做一个菩萨 菩萨就是从这里出生的 阿罗汉也是从这里出生 菩萨也是从这里出生 这个颜觉也是从这里出生 佛也是从这里出生 金刚经是根本 摧毁一切的根本 本来没有的 本来没有的 全部出生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非常好讲 西菩提一意银河 西菩提你认为如何 如果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 用以布施 世人得福德 灵为多布 西伯利言甚多 真的 三千大千的七宝 用来布施 当然他的福德是非常多的 是福德既非福德性 这人家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刚刚我已经讲了 因为福德就不是福德 所以如来讲福德多 所谓福德就是非福德 因为非福德性 所以福德 所以有福德 若乎有人以此经中受责乃之世记记 就是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我常常讲无众生相 就是属于空间 无受则相 就是属于时间 是时间 时间是人定的 本来也是没有的 空间也是没有的 空间也是不存在的 你说多大 这宇宙有多大 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大呢 你都不能超出太阳系 你知道宇宙有多大 以前我们人啊 天言地方 历令九章 天是圆的 地是方的 所以走走走走到这里 蹦就掉下去 当然这是错误的 地是方的 当然不是 地 我们现在知道地不是方的 到底有多大多小 没有的 不能让你量 不可量不可知 那个就是不可说的境界 这个宇宙有多大 不可说的境界 上一回有人问师尊啊 师尊你的分身知不知道 到哪里去到哪里去知不知道 我回去的时候问佛菩萨 我如何讲 他们跟我讲不可说 那是属于不可说的境界 这个分身到哪里 分身回台湾 分身在日本 分身在印尼 分身到了马来西亚 分身到哪一个地方去 在梦中跟大家说法 那个是属于不可说的境界 不可说 你有多少分身 是不可说的 这孙悟空啊 以前在西游记里面 孙悟空把所有的毛拔下来 吹一口气 全部变成孙悟空 到底有多少孙悟空啊 我问你啊 你有多少根脱花 那个是不可说的境界啊 你身上的毛细空有多少 不可说的境界啊 就在人身上就有不可说的啊 所以分身有多少 那个所有的佛菩萨跟我讲 那是不可说的 至于你分身出去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跟那个人说法 说什么法 你知道吗 师尊有时候 那个是不可说境界 但是有时候师尊知道 对啊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不可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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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最近这个人家送给我 这个蝎子一 这个蝎子一 知道吗 大家知道蝎子一吗 知道 知道 我跳脱衣舞 好 大家看到我的衣服呢 这是我的内衣 现在我穿的 我的内衣 这个衣服叫做蝎子衣 就是一个蝎子的形状 我穿在身上 有弟子梦到 他的两只手被两只蝎子咬住 他说奇怪 这是什么梦境啊 为什么 然后 我给他回答 因为我已经穿了蝎子衣在身上 所以你会梦到蝎子 相应啊 我穿蝎子衣 很少人知道 因为是内衣嘛 是内衣穿在里面的 人家不知道 我穿什么蝎子衣 只有他梦到 他梦到 这个蝎子 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蝎子 因为我也很少想蝎子 因为我们这里看不到啊 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蝎子 但是我们这里看不到 美国也很少看到蝎子 也不会去想到蝎子 结果他做梦 竟然梦到蝎子 这是相应的现象 所以分身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眼睛一闭 我知道我到哪里去 你不要看我在法座上打瞌睡 因为我无念 我没有什么念头 大家在念的时候 我没有念 大家在乎乎梦的时候 我没有念 大家在持咒的时候 我没有持咒 我因为无念 心止一一 连一都没有了 本来是入定 结果已经睡着了 你不要看我睡着 我睡着了已经出去了 已经出去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再回来 你看我这样度孤 点点头 你知道我是灵魂出窍 出去了 到别的地方去 我知道我去做了什么事情 我也知道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事 不可说的禁忌 跟大家讲 不是你的 以前有一个人跟师尊讲 我手头上很紧 我手头上很紧 师尊你可以不可以借我钱 我说可以啊 我就把我 那时候所存的钱 全部给他 全部报给他 他拿一个布袋装 他准备好布袋 把我所有的钱 全部装成布袋一杯 一杯 他回头看我一下 我讲了一句 背影一杯熟已是百年生 一杯熟已是百年生 到今天我看到背影 他抬着走了 从此我再没有见过他到现在 来 那个 连主连事 你们认得他吗 他都走吗 哪个布袋走的那个人 姓潘 知道吗 巴达胖 巴达胖 对吧 我没有见过他 他拿着布袋走来以后 从来就没有见过他 一回熟已是百年生 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但是我没有那个心 去给他要回来 为什么 我也从来不找他 因为他钱拿走就拿走了 那反正也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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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IzANTE 就是我 有 那 有 有一 佛度有言人主要都是看施主你的慧根够不够 那么请问施伯我要怎么样才有慧根呢 刚刚跟你讲得很明白 佛度有言人是一言两言的言 慧根就是慧票 慧票很重要的 有钱就好香娘 老公喝醉了 听说酒后可以吐真言 于是老婆就问 以后你有钱了你会干嘛 老公讲我要娶五个老婆 老婆火大了 为什么不拿不写伟小宝 娶七个回来 老公讲你不知道啊那样太累了 我需要周休两日 这个就是在沙坡世界的世俗的笑话 那今天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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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